我们在今天呢 当然最新的热话题 莫过于就是习拜会 那在习拜会 大家看了很多的新闻了 那么这些新闻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值得来探讨的 因为呢在这个中美双方 各自发布的声明里面 大有玄机 所以在今天呢 要请赖老师跟大家一块来分析 那再者呢 当然也就是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出访 那么除了一方面最重要的 是要参加这个G20之外 那么此外呢 在APEC之后 还要到泰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且呢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国家元首 都等着要跟习近平会晤 像是在今天上午 我们看到像法国的马克宏 也跟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见了面 习近平也语重心长 谈了很多他的想法 我们等一下都会一一来声谈 那但是呢 其实现在大家都看 中国的实力不容小觑了 尤其呢在最近我们看到 包括歼20有中国星 还有天中五号 那么可以把这个货 跟很快的太空站对接 只花两小时 以前要花六个半小时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中国科技的新实力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要谈谈它不一样的意义 好这个话不多说 我们先请这个赖老师 跟我们来聊一下 在今天呢 先从习派会开始谈咯 好的 没问题 习派会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新闻画面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不过呢 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所以在今天让大家来看看 这个习近平等着拜登来跟他见面 然后呢 拜登就小跑步迎向这个习近平 然后两个人就握手了 我觉得这个气氛显得相当的不错 但是呢 这一次你怎么来看 他们的肢体互动握手八秒 又有什么含义啊 我觉得这个八秒含义很深 您看到了 在习近平下榻的饭店 这个下榻饭店是有学问的 也就是说拜登是驱车前来 那习近平是在自己下榻饭店中 那么从他的休息室工作房间 移到这个会议室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等待这个拜登来 拜登其实是早就到了 不敢迟到 一点点都不敢迟到 因为中国人对这个时间很在乎 以前克里啊 气候特使 对 那个时候他当国务卿的时候 他那时候碰到王毅 他故意迟到 那时候是大陆外长 大陆外长王毅的时候 他故意迟到 结果王毅就在记者面前 跟所有的工作同仁面前 那么给他一顿牌头 就是说一个外交官 一个国际的礼仪 国际的文明的行为 就是不可以迟到 您怎么可以迟到 哇这个克里被这样子 当场修理了以后 一直道歉一直道歉 好我们看到拜登不敢迟到 因为免得到时候被老朋友 习近平修理了 那这个不好看 因为他在柬埔寨已经迟到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大陆领导人习近平面前 没有迟到很准时 对因为一迟到的话 一定是给你吃牌头的啊 所以拜登没有迟到准时到 到了以后小跑步代表什么呢 他很有活力啊 重点是他要强调他很有活力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迫不及待了 老朋友嘛 等这天好久了 对等了好久 因为在前一天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白宫的安全顾问 舒立文他就有说 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 这个拜登能够跟习近平见到面 你看那就是美国很迫切需要了 好所以拜登很高兴的见了 以前是老朋友 后来我们现在不能说是老朋友 我们只能说是老熟视 因为他们认识了很久 对 交往了很久 过去是老朋友 但是后来美国跟中国 美国挑起对中国的 不友善的行为 对 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紧张的情境下 是两国的领导人 即使过去是老朋友 对 也不能够变成老朋友 因为要以国家的立场 国家利益为主 好那现在变成老熟视了 可是拜登看起来是很开心 当然 笑得很灿烂 对 习近平其实也很开心 但是有传统的中国人的内敛 对 比较内敛 微笑 是 欢迎老熟视 欢迎老朋友来 所以也是 您可以看出来 那种笑是真诚的 对 那双方一握手的时候 坦白说 我们不好意思 在观众面前做示范 但是拜登是 确实是迫不及待的 两只手就握上去了 对 他是 就是这样 双手握着习近平 对 也就是本来是先是单手握 对 就是迫不及待的 另外一手也就握上去了 对 那在这个时候呢 时间一秒一秒过 好 双方都很开心 是 习近平就也很有风度的 把他的手背 就那个拍了一下 你可以看出 双方都 互动热络 互动热络 都很成熟 都很稳健 但是很明显的 习近平的自信 比拜登还高一点 是 重点是在这里 习近平有自信 更有底气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 其中选举 没有想象中想得那么差 另外一个呢 是权力核心巩固了 是的 在经过的这个 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 看到他展现出来的是 这样的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好 但话说回来 本来是预估两小时 后来加长版 我们看到呢 从这个傍晚的五点多 到晚上的这个八点多 其实有超过三小时 三小时 算是加长 大陆外长王毅也说到 比原先预估的时间 要来的长一些 所以比较长 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不是说 真的双方 在这一次的这个 中美领导人 这样就是拜登上任之后 第一次 都是以领导人的身份 面对面的会见 这个气氛 我们看起来 哎 见面之前 谈话之前 气氛好 不算数 那时间能够加长 是气氛 谈得比较好 还是说 其实可能里面 有比较多的摩擦 比较多的分歧 比较多的争议 所以才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一拍两瞪眼 两个不欢而散 那应该就是 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早早结束 那会一直往后拉 就代表好多事情想谈 第一个机会难得 第二个老朋友见面 大家就充分的表达意见 而且拜登也知道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 拜登自己常常多次说 他跟习近平交往的时候 他知道中国的这位领导人 是非常直率的人 有什么话就会直接说 不会拐摸角 所以他们很多的问题 都可以拿出来谈 其实我一直强调 他们的谈话的气氛是好的 而且结果也是好的 所以你看哦 对 赖老师的评估 跟有一些我听到的不太一样 有的认为就是说 可能谈的不会太好了 然后谈的可能就是 比较彼此之间 就是说 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改善 你也不要太大的期望 可是你的想法 就比较不太一样 是 昨天的时候 我在友台 我就说这个谈一定会好的 然后后来这个 疫情回家的时候 我们在交换这意见的时候 那我也说这个结果 一定是会好的 会比预期的好 结果您看纽约时报 今天出来的评论 是 习拜会 或者他想拜习会 谈的比预期的还要好 其实有个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布林肯 也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可以到北京 去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 他们可以会谈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过去两边关系不好的时候 您看第一次是在于 中国大陆是四出三亿 但是还是选择是阿拉斯加 第一次会谈 就是拜登的政府 两边的外长 跟安全的顾问 会谈的时候 就是杨洁篪跟王毅 我记得那一次 阿拉斯加会谈 苏利文跟布林肯 对 战狼外交 就从那个时候 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就那一次 因为美国人说 我私利说话 那中国人就说 我不吃你这一套 可是您不要忘了 不是选择在 华盛顿会谈 也不是选择在北京 为什么当时 会选择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是 美国的领土没有错 但是更 正离中国大陆近一点 但是当初 写那个地方 就代表中方 释出部分的善意 可是你美国要拖大 中国人 马上就给你脸色看 第二次会谈 你想 你还记不记得在哪里 在哪里 瑞士 瑞士 对 那就第二次会谈 就选择瑞士 瑞士就是双方 都是六千公里的距离 我懂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来不了北京 这个关键就在于 明年可以到北京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突破了 差别很大 这突破很大 很大的突破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那到底你怎么看 布林肯接下来的 这一次访问北京的行程 不过回来 我们在刚刚谈到的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呢 你看一行人九位 一共九位 然后美方也是九位 大家各坐在一个长桌 那么呢 面对面的这样谈 谈了三个多小时 那两边派出来的官员 其实都让大家呢 这个会非常的关注 比方说美国就是一个财长叶伦 他是唯一的一个财经官员 很重要 那叶伦其实在这个 在会谈之前 其实他就谈到就是说 希望能够谈供应链的问题 包括像是可能电动车 大家你会想到的就是半导体 这个中美的贸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但是在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的是大陆方面的官员 那么看到包括除了有这个 外长王毅是坐在习近平的一侧 那另一侧有丁薛祥 还有何立峰 右峰 右边 是是是 那这两位 这个在这个时候亮相了 那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可以谈一下中美两边的官员 好的 走开 先看一下中方这边好了 丁薛祥我想大家 越来越熟悉这个名字了 丁薛祥原本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其实他的角色 他在过去是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 所以后来当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的时候 其实他的角色就有点像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类似这种角色 也就是说习近平出访的时候 他一定在旁边 那所有的重大的政策案 跟习近平的讲话 跟接到对方的讯息 最后的才是 你要怎么样把它去执行 落实化成为方案 这个秘书长的角色就很重要 丁薛祥的角色就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次的出席中 丁薛祥 因为他已经是政治局的委员了 常务委员 这地位是非常大的 那他在这一次的出席中 就代表整个会议的记录 议程议题 还有两方元首所达成的共识 在未来落实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 丁薛祥要负责去督导 对 那他的对口 对方来讲 基本上就是苏立文 所以丁薛祥会直接联络 苏立文说 你们的总统 所下达的指示是什么 双方达成的共识 是什么的时候 你们哪个地方没做好 哪个地方要执行 那这个部分有个对口 但是等到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因为等到大陆的两会召开的时候 那王毅很有可能会接替杨洁篪的工作 那王毅的这个工作很有可能 就会由一个新的外长来了 那他以后的对口可能就是 布林肯 而王毅的对口可能就是苏立文 这是我想在中方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一位的也就是何立峰 你刚刚提到何立峰 他未来他就会取代刘鹤 他会成为整个中国的财经外贸 这个部分里面 他是扮演最重要的负责人 那他的对口 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叶伦 因为之前传出说 这个其中选举完了以后 叶伦想要离开 那目前来讲叶伦来参加 如果说叶伦继续留住他的位置 拜登不让他走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破除了过去的谣言 说拜登团队对叶伦非常的不满 这个谣言就被破除了 因为叶伦他一直主张的是要取消关税 取消对中国的关税 他在这一次里面特别提到了 说中国大陆跟沙特阿拉伯的 还有跟俄罗斯的原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叶伦的态度 是比较缓和的 他主张的是跟中国大陆 在经济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常常把它跟贸易代表戴琪相比 就是说贸易代表戴琪 相对来讲像是鹰派 但是叶伦比较像是鸽派 对 那这次就我们看到的是 在习办会里面 没有看到戴琪 只有叶伦 他的地位跟辈分 地位还不够 不够了 差太远了 就一个谈判代表 而且呢 中国怎么会让他来参与呢 因为这样的人 对大陆这么不友善 而且常常可戳二言的 曾经在中山大学 好像是在广州 教过书的这位 华裔的美国人 对中国大陆很不友善的话 你想想看 大陆怎么跟他交手呢 那就把他晾在一边嘛 因为过去大陆有很多 华裔的美人 当了官了以后 对大陆 对他的祖国就不友善 通常都会被 中国大陆晾在一边 不会跟他交手的 好 但是我觉得叶伦 会跟何立峰会有会谈 因为在这一次 他们的第二点的共识 就是财经团队对话 可以展开 一个是外交团队嘛 所以布林肯 马上会到北京去 那再来就是财经团队 也要对话了 那财经团队很有可能 就是叶伦跟何立峰 两个人来去推动 中美的财务 财经 关税 还有这个商品货物要怎么走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王毅马上就蹭蹭追击了 王毅在会后 立刻就发布 他们的这个 双方达成共识的这个新闻稿 而且王毅还说 要求美方做几件事 因为你们的总统说了 第一个不支持台独 所以麻烦您要做到 第二个就是不搞对抗 不唯独中国 所以对于中国所有的 科技上的限制 要立刻停止 有可能吗 半导体的限制 要立刻停止 有可能吗 那现在如果不可能 那你拜登是 说一套做一套嘛 那全世界都在看说 哦原来你们的国家的领导人 就是美国的国家的领导人 原来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丢自己的脸吗 可是美国总统拜登 根据他们的声明 我觉得等一下 我们会花点时间 去比较一下 中美两国各自发布的声明 你看其实拜登这边 他发的这个声明里面 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要继续激烈的竞争 对啊所以那贸易战 为什么不会持续 我觉得会吧 习近平已经回忆 回拜登说激烈的竞争 就是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各自把自己发展得很好 就是好的竞争嘛 那竞争不是你死我活嘛 你是我赢嘛 那美国说 我现在要好好的发展 就是要卡你中国脖子啊 可是美国人又说 拜登又说 我没有要围堵你啊 我没有要拉拢盟国围堵你啊 也是 那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你没有要拉拢盟国围堵我 你又没有要遏制 我的经济发展 这都你说的啊 那你说的 那我就告诉你说 我同意啊 你没有要围堵我 你也没有要 遏制我的经济发展 那你就把所有的 遏制我经济发展的这些 不合理的 违反世贸规则的 违反WTO的都把它解除嘛 那你不做的话 那你就是私信于全世界嘛 你不是 不只是私信于我 因为我对你的话 本来就没有相信嘛 但是我只是听听 但我最主要是 看你做什么事 我觉得啊 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声明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因为呢 你看 我们两个 其实昨天晚上 我都下班了 我都下班了 然后呢 这个赖老师呢 就在那个电脑前 哎呀回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看 看那个电脑 然后就一直在等 新华社到底有没有声明 出来了没 就到十点多 有了 十点零几分了 出来了 那那个发布出来 这个声明呢 其实一看 后来我也上 美国的这个白宫的网站去看 看到了以后一发现 哎呦 白宫的那个比较短啊 大家不要看 好像我们硬了 要很多似的啊 其实说真的 也不是很多 然后呢 他就这样 我们还特别把它 做成这个手版 其实我没有要特别仔细 细看啊 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眼睛 大家看的也是花花的 重点就是 它比较简短 然后呢 这个大陆新华社呢 这个官媒发布出来的呢 就比较长 好长 里面比较具细迷 然后蛮完整的 对 那我们其实可以很快的 来去做一个比较啦 这个赖老师 你看像这个前面呢 我们在看 哦 这个首先当然就是谈 习近平说了些什么 然后后面才是放 拜登说了些什么嘛 然后呢在这边呢 其实大家看到 这个里面非常的多的内容 主要呢我看到 习近平有强调几个重点 那他这个里面就是说 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局面 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根本的利益 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那我们就问 孰令置之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又强调的是 中国的政府的内外政策 是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是光明磊落 而且是有高度的 连续性跟稳定性的 所以不公开透明的是谁 不光明磊落的是谁 没有连续性 稳定性的 请问又是谁呢 然后后面当然也讲到 就说应该各国面对的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 要抓住重要的机遇 然后就开始讲 中美关系了 不是你输我赢你心我衰 联合博弈 而是什么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这个才是重点 重点还有一句话 宽广的地球完全融得下 中美各自发展 来老师 哇您刚刚提到最后一句话 好重要 宽广的地球 宽广的地球 融得下中美的发展 以前比较没听过这样讲 以前讲是太平洋足够大 太平洋 太平洋够大 现在变成地球 现在是地球 所以几年内 中国的影响力 已经遍解整个地球了 中国大陆的特点就在于 有多少实力 说多少话 做多少事 那在过去中国大陆的 海军的力量 空军的力量 其实就有区域性了 它没有办法全球性了 那既然就有区域性了 那就不用讲太多 那就告诉你 美国人说 太平洋够大 融得下 我们中美两国的海军 跟空军 在这个地方有来游去 不要搞对抗 那美国没有听进去 那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 搞对抗 搞军演 搞太平洋军演 然后在中国周边 搞跟韩国的军演 跟日本的军演 还在把印度啦 英国啦 澳大利亚啦 全部都拉进来 那么搞了一堆军演 那中国大陆一直在提醒 说够大了 不用这样搞 但是严格上来讲 美国也知道 在区域间的战争 赢不了中国了 现在中国的力量 已经是全球了 不管是在于非洲 在拉丁美洲 在整个亚洲 甚至在中亚这个地区 还有在欧洲 在俄罗斯顿 在全球的五大洲中 中国大陆的力量 经济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 跟军事的投资力量 因为第三艘航母 已经在做下水了嘛 那也就是说 中国的军事的投资力量 也可以覆盖全世界了 中国大陆的维和部队 也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 所以现在是要提醒 美国人说世界够大了 地球够大 融得像中美两国 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已经不只是 区域间的强国 而是全球的强国 我觉得这一点的 习近平的气魄是很大的 所以那个宽广的地球 你不要看过去 就看过去了 其实那是一个关键字 是的 意思是这样 对啊 因为除了欧美的影响力之外 就中国对欧美的影响力之外 还有包括亚非拉 就整个其实都涵盖在内 所以谈到宽广地球 而不再是像过去 只谈到太平洋 那其实是另外一种进阶了 不一样的 但是说实在的啦 我们也看到 这个美国白宫 他们出具的这个声明里面呢 就只有说 美国要继续跟中国 进行激烈的竞争 与全球的盟友伙伴协调努力 而这个就是不要让它 转向为冲突就是了 他强调的是跟中方完全不一样 因为中方说中美关系 不应该是你心我衰 零和博弈 而且也说 从来没有要改变 现在的国际秩序啊 而且我也没有要干涉你美国内政 而且也没有要取代你美国 对 没有要取代美国 就是他强调的是这件事 可是美国就是说 中国就是威胁啊 对 只是说这一次 当然他在声明里面 并没有这样说 对 因为中国说 你还是可以跟韩国 是军事同盟关系啊 那中国没有说 我把你敢走遍呢 韩国只能跟中国 有军事同盟关系 中国一样可以跟日本 有军事安保条约啊 中国没有要把美国赶走说 我只有 我跟你日本签军事安保合作啊 对不对 那美国一样有G7啊 中国也没有说 我要把你美国人赶走 我来主持这个G7 也没有啊 那就说 你还是有你的G7 你还是有你的北约 你还是有你的 但我没有要把你赶走啊 你还是有你的美洲峰会 我没有要把你赶走 说我变成中国 来主持这个美洲峰会啊 没有啊 中国没有要取代你美国啊 你美国继续玩你的 我们中国发展中国人 中国人有跟东盟 中国跟东盟十加一 那一样的啊 东盟的峰会 还是有跟美国的对谈啊 也有啊 也没有说我今天 不准东盟的国家 跟美国有对谈啊 没有啊 所以欢迎啊 就多多加入啊 所以你不要老是以为 我要取代你没有兴趣啦 不过我不觉得他这样讲了以后 拜登就会觉得比较放心 然后拜登你说真的会有什么改变吗 等一下我听听看你的意见 但是说实在的 大家觉得说 在这次的喜拜会之后 你认为周梅关系会变好吗 认为会变好的请加一 认为不会变好的请加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线上的网友 大家怎么看 现在有五千多位朋友 欢迎你在聊天室里面 来我再讲一次 请问我们线上的网友 你认为在这一场习拜会之后 中美关系会变好吗 认为好的请加一 认为不会好的请加二 好谢谢大家 我们等一下看 不过呢 这个习近平当然讲了很多 那我看这个新华社的报导 也相当的完整 他强调的是说呢 这个里面有讲 人为竹墙设立 强推脱钩锻炼 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然后还要说民主对抗威权 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 我怎么觉得好像 其实都是在骂美国 习近平的讲话中 软中带硬 软中带硬 一方面就提到说 民主 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 你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 其实英国英国式的民主 法国法国式民主 而且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看英国式的民主 就是那八万个老白男 老的 白人 男生 他们决定了英国人 谁来当首相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日本的 日本式的民主 就是自民党 几乎是一党执政到现在 那就是日本式的民主 那法国式的民主 就是 常常左右共治 这个总统共治 不要这个国会 连总理都 连他的这个首相 都不是他所要的 那是法国式的民主 所以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都不一样 那中国没有寻求要改变美国的政治体制 你也不要寻求要改变我的政治体制 其实拜登有回应 说我没有要寻求改变你的政治体制 这是第一个 那拜登就讲 我不寻求改变你的政治体制 你要说到说到 那另外 但是白宫的声明 我说 他也没有提到什么民主对抗威权 这样的字眼 然后也没有提什么中国的体制 没有 相关的问题 就是说都没有 那是中国的那个 就是说新华社里面有这样写 但是我在那个白宫的声明 我是找不到这样的字眼 这点我跟你解释一下 雨晴 因为当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 尤其是比美国快很多的时间 就把整个这个文本公布 其实这个文本公布 您我想观众朋友 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较像会议记录 也就是说彼此之间 对于很多问题在交谈的过程中 对 那么中方的意见是怎么样 美方的意见是怎么样 那把整个会议做一个会整 会整出来了以后 那中方要公布的 就公布自己 要公布的这一方 但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评有趣的 也就是 你拜登讲的哪一句话 哪一句话都是有评有趣的 因为第一个 双方都有录音 都有录影 第二个都有记录人 而且最后都会有确认 那既然一定会经过这四个程序 那么都有的情形下的话 中国公布的是会议记录 我想对于很多媒体来说的话 他们比较喜欢这个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的话 或者对各国的政府 中央政府 他们一定要是这个 他们要分析的话 宁愿看这个 一定要看这个 像我来说的话 我就一定要看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就会知道说 你拜登讲的哪一句话 习近平讲的哪一句话 你对什么事 你是怎么讲 那你是怎么回应 当然他不会用那个 那个我们一般的讲究说 习近平怎么说 拜登怎么说 不会这样做 因为一般来外交的会议 是我把整个都统整了以后 我把这样的哪个问题 哪个问题 哪个问题 那么彼此之间的意见 是怎么样 都说了 那美国的方法 就是您所提到的 美国的方法的这种是 等于是一种比较模糊的 概念性的一个诉说 所以他只是讲一个摘要 那一个摘要 那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 拜登说了什么 习近平说了什么 他是一个摘要 那一个摘要 就有很多的模糊空间 那媒体记者 在引用的时候 就很难引用了 媒体记者只能引用说 布林肯的描写的 会议记录 或是拜登的描写的 大概的 但是并不是文字本 不是文本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文本 参考价值比 美国的这个参考价值 还要高 我们这是客观来讲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 中国是要站在 舆论的制高点 所以比美国公布的还少 对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你要嘛 你就是这个不回应 但是如果说 真的这个里面没有写的 不代表他没有说 对 或者是没有回应 但是有写的 对 一定是有这样说 你可以来否认 但是你否认 我到时候放出录音稿 那就很难看了 所以你看 当中国大陆公布了 这个会议记录的时候 美国没有任何否认 否认 我再强调 美国布林肯没有任何否认 这代表承认 中国的发布的 这个会议记录是事实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